港股昨日走勢先升后回 恒生指数最高升至19377点 降269点 便高佛力 这亦是预期中的19400点阻力再起作用 并曾低见19033点 跌75点 收市报19099点 别9点 全日总成交1025亿元 内房股昨日表现教戒 碧桂园02007升6.1% 中国海外00688升4.4% 深圳控股00604升6.1% 华润置地01109升4.6% 融创中国01918升10.5% 月秀地产00123 中夺公股价9元大关 收9.29元 升4.9% 内房股升 是新政策起作用 即内地首次置业的首付比率有所降低 以方便市民买楼 同时又采取一拘一拆 促使非核心区去库存 又不影响核心区的房价稳定 上述措施 有的是已经实行的 有的是如论倡移的 似乎大气候是放宽购房政策 自然有利内房股料 煤炭股受煤价下行的影响 曾大幅调低 近日见到低位已有存定之象 加上天气酷热 电厂全速运作 耗煤量增加 军队稳定煤价有好效果 中国煤炭运消协会预测 将继续增产补工 释放优资产能 使生产保持增长态势 由于煤价回落 有利增加进口煤炭 估计进口量会继续快速增长 上述情况显示煤炭行业最差时期已过 对于超高派息的煤炭股而言 投资者如何取写 亦值得分析研究 演矿能源 01171公布末期息加特别股息派4.3元人民币 4.8568港元 由高位28.95元直插至19.52元的52周身低 共跌了9.43元 或32.57% 可谓战火极其惨烈 这几天才见其喘过气来 重上20元关 作修20.8元 无声降 值得注意者 该股已定7月5日随正 随派息外 还有十送五股红股 我头牌很少见过这样大动作的上市公司 似乎幕后人必有所图 为此 我非常关注演矿的股价表现 加上该公司 以级高层人员发出极低应股价的奖励性红股 发A股而非H股 也对A股如何应对这一批高管持有的红股 甚感兴趣 同演抗比 中国神华 01088就稳定得多 该股没有者摩多花样 末期息派2.55元人民币 有预百分之十一的周息率 随正日为6月21日 派息日为8月16日 恒生指数19,000关又到首关时后 下方支持我头牌定位在18,800点 而且估计18,800至19,400点这一区间 还会有多次来回波动 好淡角力 胜负未分 干支 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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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